各位觀眾朋友 晚安 今天各地大都市多雲道晴的天氣 但在西半部高溫 已經突破了三十度 我們要透過地面天氣圖 帶大家來看 現在第一號颱風馬勒卡 在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他的位置是在鵝鑾比東南東方 一千七百三十公里的海面上 另外也要再來看到這兩天天氣比較熱 不過在這個明天封面通過 東北季風增強 所以在北部 東北部 天氣會比較稍微涼一些些 另外要透過這個一周 這個定量教育 帶大家來看 這個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局部的短陣陣雨 那中南部平地 也有一些降雨的機率 但是從下午開始 這個水氣就會開始慢慢減少了 一整個禮拜的天氣 透過一周天氣圖帶大家來關心 十五號到十八號 東北季風影響 這北部還有東北部會比較涼一些 但是這個十五號十六號桃園以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有一些局部短陣陣雨 十七號十八號 各地就轉為多雲道晴的天氣 只有這基隆北海岸這邊會有一些零星的短陣陣雨 但是到十九號 這整個東北季風減弱 這北部跟東北部的氣溫又要逐漸回升了 也要帶你來看心明天的各地天氣 臺北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障礙局率百分之六十 台中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障礙局率百分之三十 台南二十四到二十九度 障礙局率百分之二十 花蓮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障礙局率百分之二十 離島馬祖十八到二十四度 障礙局率百分之二十 以上是明天的天氣資訊提供給你 障礙局局率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一